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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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想KV減肥的時候 不能吃零食 大家最喜歡吃的零食是什麼呢? 我最喜歡吃的其中一種零食 就是薯片 薯片一定是不可以吃的 是不是? 是禁忌來的 所以今天我會教大家 做一個代替品 就是用菠菜來做的薯片 方法是非常簡單 只要準備一些菠菜 然後我們要準備 olive oil 還有因為我喜歡吃辣的 就會有這個辣椒粉 當我們洗乾淨 弄乾菠菜之後 或者外面可以買現成 有一些已經洗好的菠菜 即是已經不需要再洗的菠菜 是乾的 那就最完美了 我們攤出來 然後把它用這個 olive oil 噴一下 然後加一些紅辣椒粉 放完之後 就可以放進氣炸鍋裡炸 因為它們其實是非常薄的 我自己用的氣炸鍋 180度 3分鐘就完成了 這個非常容易做的菠菜薯片 就是這樣 不過記住 辣椒粉也挺辣的 所以因你們自己的口味去調味 而且每個人家裡的氣炸鍋都不同 你也可以因應你的氣炸鍋的size 你加的菠菜份量 去調整時間和溫度 他都沒有用這個 但是下次見 我們能不能吃到 有啟稿的 我覺得還是要點炸鍋 有啟稿的 痿水 有啟稿的